玩具TV第28季第28季第28季第4集 刚刚和水爷开开心心玩玩具 接着就到我们老拍档Darick 乱车了 没错 今次介绍会是动漫节 有一个会场限定的 是 是Porsche Shell 是一部917k 今次推出了三部 是23 和18 和8 其实这三部车的年纪 都真的不说得笑 我说回一点 如果配套装是两部 23 和18 这两部都是利曼车 当年跑到Lamont的比赛 一部配套209 VIP是180 如果188 如果当日有去到的应该都已经入了 因为是限量供应的 我想问一下 其实如果错过了前几天 是否收皮 因为它说是会场限定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只有1500 8号车只有1500 然后这一包装都是限量的 8号车是1091元 1091元 100元 我想很多人都会熟悉的 917k这部车 波子这部 多了一句这些 利曼的车王 我不要叫车王 大家有看到 当年 是很眼镜 没错 说一些基本资料 波子 保时捷 在二战后 它是一间很小型的车厂 是当时 没错 到了1951年 它就开始接触了 赛车 那个category 由1951年开始有出斗这个利曼的 到了1955年 因为Mercedes-Benz 在Lamont 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赛车 因为它的跑车就是失事 春风出赛道 造成很多伤亡 当年 平治车队就决定了退出了Lamont 是 那继而呢 Lamont Lamont 这个是法文是吗 真的法文 你坐在这里有专业的朋友 Lamont 去到了60年代 最为人熟悉的就是GT40 GT40连续三届 连续三届就赢了冠军 然后这个FIA就将Lamont的规格 就由6公升的6000cc的车 就变成4000 4000 对了 downgrade 然后呢 Porsche就看到是一个契机 他们就开始研发了 因为当时他们用了一部Porsche 908 嗯 但是在落场也不够快一里 512或者其他Ford 然后他们自行研发了一个直12的引擎 因为当时他们的车都是用直6的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看 怎样为之直12 那我这里就有点点 哇这些功果真是厉害啊 那直12 那是怎样呢 那是将两边的直6放在 然后中间就会加个air cooler 然后就去这个降温 然后呢 当时他们想设计的这个917k 就是用了10个月时间 耗资了超过九成 保时捷的财政 所以当时他们如果这辆车是失败了 保时捷就会财产 大家不会看到有什么919k 919k 919k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他们在研发这辆车的时候 这辆车的总重量有很多传闻 大致上可能是760kg 你计算一下 classic的mini Cooper 就是慢波那辆车 640kg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是可以放到一个直12的引擎 然后再放多个人 然后再放多四条车 然后怎样呢 是有个架的 它说是有那些通 即是什么 即是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即是通 你当成为金属通 对 金属通 然后整个车架 然后再加四条车 座位也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坐姿差不多像躺在这里 接近躺在这里 是两张非常简单的一个壳 然后完全不会有舒服感的 其实反正也要介绍一下车 刚刚其实Derek说得很清楚 这次其实这一架 你会看到车的駕駛座位 它是将整个座位是完整的 然后展示出来 你是躺在那里駕駛的 这些917系列 根本不是人类駕駛的 所以你坐进去之后 你的脚其实是在头灯位 对 基本上你一炒脚先炒 对 没错 所以在初期在1969年 他们设计这部车 其实是一部很猛的车 那时时速超过220或230公里 记住那时是1970年 对 没错 当年来说是超级快的 那时真的是一条重 对 没错 就算现在现代的车 都可能只是去到200多 或者接近250 但是那个年代 三四十年前 都可以做到这个速度 是的 为什么它是叫做917K呢 因为前期是叫做917 但是因为他们研发过程 在赛道上试车的时候 发现了那部车很摇摆不定 因为它的头尾太高 令到扰流不顺畅 令到车很危险 虽然它是很快 但是很难去控制 所以K 是Standford 就是Short View Base 就短了 短阵 对 然后 所以它在底部 加多一点改变 令到车的稳定性强了很多 或者放在这里 其实找David去玩车 不是说是售车 它是除了本身资料搜集方面 很充足之外 它道具方面 都真的完全是没得撑 好 但是我再说多一点 关于这辆车 因为当时FIA 就是一定要每一间车厂 出去赛车的生产 都要有25部的 所以当年 波子亦都真真正正弄了25部 917K 是完全是走得走得的 另外它的轻量化 为什么会去到740K之左右呢 你可以看到车时的 连车时它们都偷轻了 它们可以想到哪个位置 可以是最轻的 那我就做了它 然后它们会有设备车 因为FIA的规格里面 25部车都要转租这个 都可以出街用 它们会有设备车 然后有Luggage Space 其实你把车壳拉高 就是整个拉起 后面车尾的两个位置 就是Luggage Space 可以等行李 是的 这个就符合了FIA的要求 它就通过了 顺利可以拿到每个车去出赛 是的 其实你说隔车的 没错 因为每年其实就是FIA 跟车行去比较 去比较如何出赛 对 没错 去到了1970年 然后Porsche 917K 终于都去了利曼那里 Lumont Lumont 那里就 Lumont 那个黏头汪的汪 Lumont 对了 完成了24小时的赛事 它总的 那一日24小时 跑了3300多公里 亦都是23号车 完成了第一位 然后应该头一二位 都是他们包办 那在那年的Lumont 的赛事里面 他们拿了九个冠军 嗯 71年 他们拿了十个 十个或八个冠军 我忘记了 总之就是那两年 就是红霸了车坛 所以就是917K在Porsche 里面就是奠定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成就 其实我自己纯粹说拉花 917series我自己有印象的反而是Golf 一定是Golf 是很漂亮的 因为当年Golf一定是他们的主要赛事 因为他们是计算这个 有没有出过 有的 但不是去年 是其他赛事出过 因为之前是Ford GT 就会是Golf赚了 因为GolfGt就退出了 Ford GT 不是GolfGt Ford GT退出了 然后他们之后就成计了就是Ford去弹花一点 然后是怎样的样子呢 我给大家看看 你真的印出来吗 这个就是 好幸好没有吹菜 这个样子 其实有很多车厂 车行 这个玩具车的公司 和无形车公司 都有出过 这个卡通的 没有什么特别 另外呢 其实在外国 有人 是将一架 917K 哇 没有拉花板 的Repica 里面怎样呢 是做了一个 Slock Car 就是这些轨道车 哦 这里 对了 一插开就有乾坤 好玩 可以看背面 它是整个Le Mans的起步 是做了给你的 有印象就是 不是哦 以前黑白片年代 那些车手是跑过去赛车 去着车的哦 其实在1969 60年代都是 秉承着这个做法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Safety Regulation 提高了 因为以前每个人跑过去 就挂着着着车走 就没有去蓝色Bell 所以很多人 扔完那弯 人都不见了 在跑道那里见到 是的 因为这件事 所以就 那个Running Start 就没有了 自此就变成 在车里面那里跑了 咦 我们有一个David 都支持David 多谢David 谢谢 谢谢 谢谢David 另外就说多一点 你会见到 其实是917K Series上面 有很多型号 有Lontail 这个是最初期的 Prototype 然后就会有917K 然后有LH LH就会是71年的 LH很出名 是的 你会见到 它的翼 旁边有两只Side Wing 稳定性亦增强了很多 然后就会有Canem版 就是美国的赛事 是没有顶的 那些是开篷版 另外就有Detoner版 Detoner版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其实跟刚才两芒的车 有没有分别呢 是有少少分别的 分别在于什么呢 因为跑这个Detoner 它全部都是大Band 不断转弯 如果我坐在车里面 Ring Screen是这么低的 我看不到Band 是 抄抹了 所以在他们的车顶 它会开多一个天窗 开多一个玻璃 不是玻璃 当年是胶 开多一个位置 扔转弯时便会看到前面的路 就不会只看到前车的位置 这就是当年 每一个赛道 他们都会有少少改变的 其实真的好像 以现旧版的高智能方形式 另外 你也会看到 这款 其实这个8号车 它其实在很多官图上 它上面有个顶率 有个银色的东西 这个是没有的 对 这个是没有的 但官方很多舊的照片都有 原来是一个倒后镜 哦 因为以前 他们的车 因为可能是一个封了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Sign Mirror是没有的 或者是因为车根本太阔 我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 你会看到上面的车里有个孔 赛车手就是靠上面的孔 看上去 看到倒后镜 看到镜 看后面的车 那个情况 所以某一些车 就会有这个改变 但是很多车玩具厂 都 skip了这件事 因为都要开多个帽 是呀 没错 所以这些可能留在上片 你会看到 其实本身都有机会做 不就是要再精细一点 对 价位可能有多一点 另外 说多一个 这一部 你会看到上面有两个孔 这两个就是它后期再去演化一些 Pro-type的就是吸风 就是它会 转低的车 对 或者是令到引擎温度 然后去到2019年 其实 他们是想复刻的 就是有一个概念车出过 但是这个都是 只是一个概念车 概念车的模式出来 那个模式是有 因为其实你现在这些车型 你放在今时今日都不觉得 是梦了 梦了 没错 大哥 70年 我只是一条虫 可想而知 真的走得几迟 没错 好 那这次就说回了 其实以往都出过 有些外国的厂牌都出过97k 这次就有少许分别 就是数字上 可能会有23号车和18号车 另外就有一部8号车 其实应该是1000公里的Nervo Ring 是1970年的车 Nervo Ring是德国一条比较旧的赛道 那这个赛道的最谈点是什么呢 它的直路其实就是当年纳粹德军 希特拉演讲的那个广场 就是famous那样东西 有意思 这部车最后是第二位的 拿不到冠军这一架 所以有两架第一 一架第二 为了这次 我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找到Lermont的Dunup Bridge 我做一个场景出来 另外有一个Dunup Tower 这个就是参照70年代 其实有出过真正的玩具 网上有人把它改成一个 纸的papercut 我上网找到 很厉害 说一下这部车 推真的很好推 其实也有一句Tiny的车 我真的不担心 刚才我相信已经拍过无数次前头左右 内拢 引擎等等都非常精细 都是那句 如果错过了这一个动漫节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买 有些人刚才说在海港城看到 哦 那有兴趣 值得入手 真的 刚才无论盒也好卡也好 都真的做足给你 其实很麻烦 我为了这次也做了一些卡卡纸 都是用了917 这个字和Porsche 其实我是这样放的 其实在家里可能会拿个假箱 例如这部就是8号车的那个 我也是这样做的 这些全部都是 我都是参照60年代的idea 就是那支Porsche 很厉害 很厉害 这部打车是在哪里找的 这些是自己做的 这些是你自己做的 就是我参照了 然后自己create出来的 OK 可怕 那说完这部很快 这个真的值得说 我自己真的太喜欢赛车了 其实十几年前我在网上找到这本书 叫Motor Movie The Poster 那就是上载了 我想由电影有之内 赛车的电影 是的 的Porsche 都会有的 主要它会有法文或者意大利文的Porsche 很少量是当时的 譬如是英文或者其他语言 那 最熟悉的会是 我们试试 十几年已经是35元 这一个英镑 即是当年已经是四个水 六七十 有鬼马神车车 不须理 因为在1971年 Steve McQueen 就拍过一套叫Le Monde Le Monde 这里其中另外一些 这些是当年的F1赛车 在60年代 然后也有 这些就再后期少少了 有債定风液 然后有真正的赛车 Graham Hill 以前是当年的F1赛车手 然后有007 因为以前是用的 Austin Martin 这一套 Steve McQueen 1971年 它亦用了真车 真的赛车去拍摄 因为它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车 因为它自己也有赛车 有赛车 有赛车的 它自己也有赛车 所以那一套 大家如果有兴趣 真的上网看看 是一套正的影片 另外一套 Grand Prix 亦是60年代 找不到 有赛车 很近年 即是那个年代的 James Maugham 也有 都是Austin Martin 这本真是好值得收藏 这些都是找不到的 上网吧 上网吧 我想Amazon有的 好 多谢大家 我又要回到我的树洞 你有办法找的时候 去尖沙咀 触棍好运 好 多谢 再见 稍后见